你 刘宋公主 你认罪吗 我没罪 所有人都看见你把马侧妃推下来了 你还敢抵赖不成 所有人 楼台上就我们两个人谁看见了 你让他出来作证啊 放肆 这案子根本就没有人能够作证 知道真相的就两个人 一个已经死了 一个是我 你让谁来作证我问你 上来就让我认罪 你不觉得太可笑了吗 廷尉没有教你怎么审案子吗 还是说 你从一开始 就先入为主 认定我有罪了 住口 你杀人在先 抵赖在后 实属罪大恶极 别以为你是刘宋公主 本官就奈何不得 告诉你 不管你的身份有多尊贵 到了这儿 你 都是阶下囚 我没有杀人 我都说了 马许云是自杀跟我毫无关系 既然这样 我只好动情了 你滥用刑法 就是驱打成招 王妃对廷尉可能还不太了解 所以 我有必要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 驱打成招 我没罪 我没有杀人 你 看望殿下 廷尉手段果然了得 殿下谬散了 这不管什么样的硬骨头 到了这儿 她都得乖乖认罪 不过 她可是留宋公主啊 嗨 留宋山高水远 又被连年战争给打怕了 知道又能如何呢 能打过来吗 不 绝无可能 倒是马氏一族 盘根错节 势力庞大 皇上也要忌惮三分 如今马下 中年丧女 伤心过度 不惜倾全族之力 也要把刘楚瑜置之死地 这个时候 就看你能不能把她的嘴 给撬开 只要她认罪 把认罪书送到刘宋 到时候 自然就风平浪静 殿下放心 不出一个时辰 她就会签字画押的 你 认罪吗 我不认 带过来 不认罪 认不认罪 不认 认罪了吗 不认罪 殿下恕罪 都是那些酒囊 饭带没用 下官亲自去删 撬开半壳 需要巧劲 不需要蛮力 听说啊 摄政王妃死不着任 被打得不成人形啊 那廷尉是什么地方 她一个女儿家 想要活过今日 可难啊 没人 怎么办 不认罪 сиг门 这事 还有一两三个人 这事 还ноз 不认罪 可爱 还真没人 还真没人 还是真没人 公主 快起来 我来带你回家了 公主 卑鄙小人 放开我 各种办法你都试过了 你还想怎么样 王妃性情刚丽 实在出人意料 我告诉你 别白费心思 你没杀人 就绝不认罪 是吗 这句话 还是等见了人再说吧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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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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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秦月 秦月 秦月你没事吧 秦月 没事 你带工作 你还好吗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没事 你没事 我就没事 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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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想怎么样 王妃你身份尊贵 不好上重心 可这丫头就没这么精归 她私闯廷尉 试图劫育 这可是死罪啊 这件事情跟秦月没有任何关系 你为什么要把她牵牵进来 若要她平安无事 那就赶紧签字画押 如果我不愿意呢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就得送这位女郎 去黄泉了 住手 住手 我怎么知道你们说的是真的 万一我换了呀 你们并挂了怎么办 你先找人秦秦月的赏 然后马上通知沈将军 将人送出去 你是个囚犯哪 要求还不少 我是囚犯 可我也是大魏的摄政王妃 如果我死扛着不画牙 你怎么向你背后的主子交代 你还不快救人 你